深爱了十年,从相爱到相互嫌弃,我累了,我拿起电话,我同意离婚,将他从我的世界清零那一刻,我整个人都轻松了,解脱了,再次相见,他后悔崩溃了,确诊脑流晚期,我立马就给陆子宣拨了电话,结果电话直接挂断,再打就怎么也打不通了,我心里清楚,他又一次把我的联系方式拉黑了。 我不由地冷笑了一声,紧接着,我就派人把他的小情人请回了家,我的眼神定格在了他手里那张黑卡上,那是陆子宣名下,额度无上限的信用卡,他对他还真是宠溺,张静若眼泪汪汪的,声音都在发抖,陆太太,您要是伤害我,子宣他,他会不高兴的。 不高兴,我还在乎这个,我朝保镖使了个眼色,保镖心领神会,直接把张静若拽进了储物室,然后我用他的手机给陆子宣打了个电话,电话才响了一声,陆子宣那低沉又温柔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 静若,怎么了?是想我了吗?我笑了,原来爱与不爱,差别这么明显。 我是简明月,想见你的小情人,就马上回家,半小时内看不到你,我就砍他一根手指,每晚十分钟多砍一根,直到砍完为止。 说完,我把电话狠狠摔在了地上,不到二十分钟,陆子宣就冲进了客厅,四处张望。 他在哪儿?我悠闲地敲着二郎腿,眼睛里闪着光,一向开车谨慎的他,这次竟然一路狂飙回来。 看样子,张静若在他心里还挺特别的,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放心吧,我还没兴趣动他。 我能明显感觉到陆子宣松了口气,他坐到了我对面,一份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啪的一声甩在了我面前。 虽然不能给你一半财产,但只要你签字,我绝不会亏待你。 我微微挑了挑眉毛,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陆子宣的眼神深邃莫测,他轻轻抿了抿嘴唇,顽腻。 两个字,无情地否定了我十年全心全意的付出。 他还真狠,我拿笔签字,你如愿了。 陆子宣微正,你怎么突然同意了? 我淡笑,我有解体,碰到脏的东西,会恶心。 陆子宣脸色微变,静若呢? 我示意保镖放出张静若。 看到陆子宣,张静若委屈咬唇,泪水顺着眼角滑落。 陆子宣心疼地将他搂在怀里。 乖,没事了,我在。 看到两人耳鬓撕磨,我胃里一阵翻腾。 张静若看到了我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眼底闪过一抹得意。 他挽着陆子宣手臂,占有欲极强。 娇称道,子宣,我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了? 陆子宣眉宇间尽是温柔。 当然,张静若点起脚尖,迫不及待地亲吻陆子宣。 滚,张静若吓得依偎在陆子宣怀里。 陆子宣渐眉身拢,这里也是我家。 我差点呸出声,把他们这对狗男女丢出去。 我冲着保镖吩咐道,保镖是我请的,拿钱办事,直接来到两人面前。 陆子宣眼底冷意凝聚。 再不走,离婚协议作废,闹到最后,我会分走你大半资产, 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见人之三当三。 陆子宣狠狠瞪了我一眼,轻易地搂着张静若离开。 我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心,真的好痛。 在张静若刻意传播的情况下,陆氏集团总裁和总裁夫人闹离婚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海市。 有我签下的离婚协议,陆子宣不再有任何顾及,公然带着陆静若出席各种宴会。 他更是有意无意地暗示,自己和陆子宣在不久,会举行盛大的婚礼。 透过网络,我看到了陆子宣在拍卖会上,花重金为张静若拍下古董皇冠的新闻。 对于这一切,我坦然面对。 面对记者的采访,我只有一句,那就是我很欣赏捡垃圾的人。 一句话,完美地展现了我的修养,也成功地让张静若和陆子宣无地自容。 我一个人拿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乡下,回到了那个我已经离开了十年的家。 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打扫干净,看着熟悉的环境,我泪如雨下,哭倒在爸爸妈妈曾经睡过的床上。 爸、妈,再等等我,我们一家三口,马上就可以团聚了。 夜晚,我抱着爸爸妈妈的照片入睡。 梦里,爸爸妈妈一脸慈爱地站在我面前。 我泪水滴落,白雾将它们包围。 我从梦中惊醒,擦掉脸上的泪水。 自从爸爸妈妈去世,陆子宣便站满了我的世界。 可是一个月后,我的世界再也不会有它的存在。 我发了一条微信给她。 三十天后,民政局准时见。 滴,她回了。 简小姐。 我和子宣一定会准时到,不会耽误你寻找第二春。 看到这句迫不及待宣誓主权的话,我反而笑了。 都是千年的狐狸,还在这里玩聊斋的戏码。 张静若,你倒横不行啊。 我刚要将电话关机。 张静若又发消息了。 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文字, 还有一张陆子宣亲吻张静若的照片。 真恶心。 我随后将陆子宣联系方式拉黑。 这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来到爸妈的墓地。 将他们喜欢的花放在旁边, 然后跪坐在地上。 爸、妈,我马上就自由了。 对不起,当年不顾你们的劝阻, 奋不顾身的投入还是失败了。 我是不是很蠢。 我轻抚墓碑上爸爸妈妈的照片, 泪如雨下。 你们在那边好好的, 我很快去找你们。 直到中午, 我才离开墓地。 不知不觉, 竟然来到了学校门口。 想到在里面发生的所有美好,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好在是周末, 学校保安大夜在睡觉, 我没有任何阻碍地便来到了当初的班级, 找到了自己曾经坐过的位置。 当时的陆子轩是我的同桌。 他高大, 帅气。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便沦陷了。 我知道, 他会是我余生的终点。 双手拖着香腮, 我仿佛看到当初因为我惊气太痛, 差点昏倒, 陆子轩着急去校务室为我拿药, 又给我买红糖水的画面。 他当初也曾经爱过我。 只是这份爱已经随风而去了。 他的那份新鲜感消失了。 在他眼里, 人老珠黄的我, 有什么资本和青春洋溢的小女生相比。 他说得对, 面对一个女人十年, 确实会腻。 微风吹拂在脸上, 我淡笑。 人生也不过如此。 曾经的海事山盟, 也早没有了当初的味道。 我在乡下待了一个月, 直到离婚当天, 才提着行李来到民政局。 陆子轩依旧帅气, 张静若小鸟依人地站在他身边。 陆太太, 我, 我今天有些不太舒服, 子轩不放心,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你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们。 我微弯红唇, 原来你知道我是陆太太啊, 张小姐支三当三地把戏玩得真溜, 要不然再发几张你们两个亲吻的照片给我。 毕竟, 如果卖给杂志社, 还会换点钱。 陆子轩健眉拧成穿字, 你发照片了? 张静若委屈咬唇, 眼眶泛红。 我, 我不小心发过去的。 他双手轻浮在小腹上, 我猜到了些许。 目光落在陆子轩身上, 原来你不是不喜欢孩子, 而是不喜欢让我给你生孩子。 张静若眼底快速闪过一抹得意。 子轩是喜欢孩子的, 陆太太, 你误会了, 看来子轩说得对, 你对她了解得太少, 难怪你们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美眸微眯,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我说三道四? 我很瞪陆子轩, 我的心情现在很不好, 婚, 不离了。 陆子轩扣住我手腕, 眼底冰冷一片, 简明月, 你耍我, 我抽出手臂, 耍你又怎么样? 下次再让见人破坏老娘心情, 这辈子你都休想离婚。 陆子轩脸色轻子交替, 我知道她不敢发怒, 因为张静若找的记者就在路对面。 简明月, 你又何必要为难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我笑了, 直接拨打了银行客户经理电话。 我是陆氏集团总裁夫人, 我要停掉我老公名下所有的付卡。 张静若脸色大变, 你, 我奄然一笑, 眼底掠过一抹寒光。 你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们夫妻的婚内财产, 我会安排律师清算, 就算我养了, 我也不会便宜一个勾引我老公的贱人。 张静若哭着昏倒在陆子轩怀里。 简明月, 如果她有什么事, 我要你好看。 陆子轩抱着张静若上车离开。 我也是真的累了, 拖着行李箱回到家, 看到墙壁上的婚纱照被张静若的写真取代, 我怒不可遏。 陆子轩带着张静若回来的时候, 大厅一片凌乱, 堆满了张静若的东西, 全部丢到垃圾桶。 张静若哭着捡起自己的衣服。 你一定要这样羞辱我吗? 羞辱。 我端起咖啡, 轻米一口。 你配吗? 张静若身体亮呛, 陆子轩几大剑步走到我面前。 好聚好散, 不好吗? 我放下咖啡, 站起身。 目光落在她身上, 一脸平静地说道, 有一次擦黑板, 粉笔灰掉到我眼睛里, 我看不到东西, 你当时疯了一样, 抱着我去医院, 在清理眼睛的时候, 我害怕, 你在我耳边说, 如果看不到东西, 那我就是你一辈子的眼睛。 陆子轩, 你失言了。 陆子轩眼底, 划过一抹复杂神色, 或许是想到了当时的画面, 只是都过去了。 我是真的累了, 爱不动了。 我心平气和地说道, 明天早上九点, 民政局见。 陆子轩深深看了我一眼, 带着张静若离开,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我喉间一阵涌动, 一口鲜血喷溅而出, 落在我的指尖, 染红了那枚他亲手为我设计的婚戒上。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江南州的情人也在, 他眼圈通红, 像个瑟瑟发抖的小兔子, 坐在急救室外的椅子上, 身上还披着江南州的西装外套。 我买的, 江南州的兄弟一看到我, 立马迎了上来, 嫂子快签字吧。 江哥的手术脱不得, 我抬眸, 怎么出的车祸。 他心虚别过眼, 支支吾吾, 倒是梦管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 扑通跪下。 许小姐, 都是我的错, 江总是为了保护我财商这么严重, 麻烦您尽快让他手术, 一切后果您来找我算账。 我嘲讽一笑, 你要是巴布的江南州赶紧死, 就闭嘴。 来的路上, 我就从梦管几个小时前更新的朋友圈, 知道了车祸的原因。 江南州骗我出差, 实际上是跟梦管约会去山顶看星空, 还小酌了几杯, 多么浪漫。 下山的时候, 不知怎地出了车祸。 梦管恨恨地看向地面, 不敢再开口。 这场景, 我倒像个恶人, 可字还是要签的。 月月还在等爸爸给他过生日呢。 手术室的红灯亮起, 又熄灭。 门缓缓打开, 梦管冲了上去, 医生, 情况怎么样? 医生摘下口罩, 看向我, 手术顺利, 不过虽然有气囊缓冲, 病人头部的伤还是比较严重, 等他醒来后, 可能会出现记忆错乱等情况, 后续我们再进行观察。 第二天, 江南州醒了, 我从家里赶来, 看到他的第一秒, 呼吸一致。 他的眼神, 朝气蓬勃, 像急了多年前追在我身后的那个少年。 看到我的那一瞬间, 就亮了起来, 夏夏, 我等你好久了。 这样的江南州, 我很久没见过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和他之间只剩下无尽的冷战和争吵。 梦管站在一边, 眼睛红肿, 他想伸手去碰江南州, 却被他一把打开。 江南州一脸冷淡, 你别当着我老婆面做妖啊, 无关紧要的人挤在这干嘛, 出去出去。 梦管难以置信看着他, 像是再也忍受不了一样, 哭着跑了出去。 江南州眼巴巴盯着我, 走到他的病床前。 我刚坐下, 把一份文件从包里掏出来, 他就突然一把抱住我。 抱得极紧, 他凑在我耳边, 声音带着窃喜, 还有一丝羞涩。 许夏夏, 你原来没骗我, 我们真的结婚了。 他松开我, 那张成熟英俊的面孔凑近, 眼睛却闪闪发亮, 像十八岁的少年。 他说, 虚, 许夏夏,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是穿越到十年后的江南州。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然后把手中的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 离婚协议书上的内容, 你最好还是再确认一遍吧。 没其他问题, 我随时可以签字。 我们离婚的消息, 暂时不要告诉月月, 还有一个月他就要过生日了, 至少等他过完生日。 我每说一个字, 江南州的脸上就月白一分。 他惶恐又无措地抓着我的衣袖, 不愿松手。 为什么呀? 许夏夏, 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明明, 我们明明好不容易才在一起的, 为什么? 我曾经也很问过江南州同样的问题。 我和江南州青梅竹马, 从幼儿园到大学, 都一直在同一所学校。 小的时候, 我贪玩不写作业, 被妈妈拿着衣架追着打, 江南州偷偷把我藏在他房间里避难。 中学的时候, 父母每天吵架闹离婚, 放学后我也不愿回家, 江南州就骑车跟在我后面, 还想方设法逗我开心。 江妈妈逗他, 我也很喜欢夏夏, 想任他当个干女儿呢。 江南州想都没想就反对, 却悄悄红了耳根。 我跟江南州一路走来, 恋爱、结婚、生育后代。 我曾经以为那个坎麦过去后, 以后我的人生就会永远只有幸福。 可是江南州说, 对不起, 夏夏。 他说这话的时候, 我刚发现他跟梦管的事。 我哭到浑身抽搐, 疯了一般质问他, 为什么? 我们二十几年的感情, 都比不上他带给你的新鲜感吗? 我还记得江南州当时脸上的表情, 他看上去甚至有点迷茫。 他说, 夏夏, 我曾经也以为, 我这辈子都只会喜欢你。 那一刻, 他没有说出口的前台词, 毫无遮掩摊在了我的面前。 哪有什么非你莫属, 哪有什么永远。 不过是还没遇到下一个让他感兴趣, 甚至为之着迷的。 我没想到江南州直接从医院溜了出来。 我下班到家的时候, 他正用电脑听下属汇报工作, 月月在一旁玩着玩具, 画面温馨中带着一丝滑稽, 江南州的额头上还包着纱布。 他看到我回来, 盲盒上电脑。 夏夏, 我做好饭了, 都是你爱吃的。 他在讨好我, 我看了眼月月, 只能配合他, 好啊老公, 我去端菜。 江南州听到我喊老公两个字, 脸又红了, 可表面的和平, 只维持到了月月进房间睡觉。 我说, 江南州, 协议看完了吗? 江南州拼命摇头, 没有, 我不看, 夏夏, 我不离婚,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做错事,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我只是安静地看着他。 江南州, 是你的助理没有提醒你吗? 离婚协议书, 是你吩咐律师起草的。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心也跟石头一样硬了。 曾经这个朝气蓬勃的江南州, 是我心头的朱砂痣。 江南州现在越是对我冷漠不耐烦, 我就越会想到, 他曾经那么爱我的样子, 痛彻心扉, 可现在, 看着他万分痛苦, 我也无动于衷。 大一那年, 我们一起去山区之教。 地震后, 我们被压在废墟下面, 浑身虚弱, 却还相互鼓励打气。 我骗他, 江南州, 我其实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如果你能活下来, 我们以后一定会结婚, 生个可爱的宝宝, 幸福过一辈子。 江南州用手指费力勾住我的手, 许下下, 我信了, 你可不要骗我。 被埋二十四小时后, 我们被救了出去。 他没有什么大碍, 我却因为在危急关头, 把他推进客桌底下, 自己被压到脚, 即便经过治疗, 一旦走快些, 还是能看出来, 左脚是薄的。 大三那年, 江南州开始创业, 我陪他租住在B字的单间, 甚至是潮湿的地下室, 陪他度过了创业前期的苦。 我和江南州的故事, 跟无数普通情侣没什么两样, 我其实不想让他这么拼的, 可江南州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额头相抵, 语气认真, 我不能让我心爱的女孩, 永远陪我吃苦, 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江南州做到了, 他的公司越做越大, 他让我成为了别人口中的江夫人, 我们住的是上千万的江景别墅, 月月上的是几十万一年的私立幼儿园, 然后一切都变了,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会走神, 他会不自觉时不时提起 那个叫梦馆的特助, 语气熟忍又宠溺, 到后来, 他甚至在月月发烧的时候都迟到很久, 因为在陪梦馆去约会, 在一次又一次歇斯底里的争吵后, 江南州把离婚协议书放在桌上, 他冷冷地看着我, 说出了那句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许下下, 你是想仗着所谓的救命之恩, 道德绑架, 我一辈子吗? 江南州依旧不肯签字, 只是无法接受出轨要离婚的那个人, 是他自己, 又被刺激到进了医院, 婆婆从老家赶来, 也许是听说了江南州和梦馆的事, 苦苦哀求我, 下下, 千错万错都是南州的错, 求求你再忍一段时间, 在他恢复记忆之前, 不要再刺激他了好不好, 我沉默, 并且觉得有些好笑, 曾经我也这么哀求过江南州, 求他至少不要让月月发现, 可他却放纵梦馆加了我的微信, 每天一个暗戳戳秀恩爱朋友圈发给我看, 为了梦馆, 一次又一次失约了陪伴月月的亲子时间, 我说, 我没想故意刺激他, 你要担心的, 也许是那位女士, 我看向病房门口站着的梦馆, 她又哭得眼眶红肿, 站在门口不敢进来, 这些天, 她来过无数次, 把他们的美好回忆, 翻来覆去讲给江南州听, 如果是失忆前, 江南州说不定早都心疼死了, 把他抱在怀里哄, 可是现在的江南州只会让他滚, 他不肯接受, 也不愿接受, 十年后的自己, 是个见义思迁的渣男, 梦馆看向我, 许小姐, 我们谈谈, 江南州有些暴躁, 谈什么谈, 下下你赶他走, 妈, 你把这个姓梦的带出去, 可江妈妈只是为难地看了我一眼, 我明白她的意思, 江南州的记忆迟早会恢复, 她儿子这么喜欢梦馆, 她现在可不能做这个坏人, 以免日后跟江南州生了嫌隙, 医院楼道, 梦馆说, 许小姐, 我已经为南州联系了国外最顶尖的脑科医生, 可以帮助他尽快恢复记忆, 希望你可以劝劝他, 既然你们已经打算离婚了, 想必你也不愿意让这个状况拖太久, 我张口回绝, 不行, 还有半个月就是月月生日, 我不可能让江南州缺席这么重要的日子, 梦馆瞪着我, 突然笑了, 缺那么多次了, 还在乎这一次吗? 他话音未落, 我就狠狠一巴掌扇在了他脸上, 梦小姐, 我之所以还能心平静气跟你站在这里, 是因为江南州这个男人我已经不想要了, 可这不代表你插足别人婚姻, 还能这么理直气壮, 你父母没教过你礼仪廉耻怎么写吗? 梦馆被我打得偏过头去, 他捂着脸, 愤恨地看着我, 可这愤恨, 慢慢变为了委屈, 江南州慢慢走到我身侧, 他想要揽住我, 却在即将触碰到我的时候, 又收回手, 他看着梦馆, 神色冷漠, 梦小姐, 你到底想怎样? 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和我老婆的生活, 如果你是想要钱, 我可以给你。 梦馆难以置信,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 南州, 我想要的从来都只是你这个人。 你想要的是功成名就的那个江南州, 是能送你奢侈品, 开跑车带你去吃米其林的江南州。 可我老婆是陪我从漏雨的地下室, 两个人吃一份炒饭过来的, 如果你认识的是当初那个我, 你还会这么痴心吗? 梦小姐, 你从进入江市之后, 似乎就跟那个一起领助学金的初恋男友分手了吧。 江南州的话很扎心, 至少梦馆看起来难过极了, 她哭着跑开, 跑之前还狠狠撞了我一下。 我肩膀一痛, 没站稳, 差点摔倒。 江南州赶忙扶住我, 却被失去重心而慌乱地我踩了一脚。 她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可随即又咧嘴笑了起来。 下下, 我乖乖的, 你别不要我, 好吗? 我推开她的胳膊, 自己站稳, 在江南州期待的目光中开口道, 不好。 江南州眼中的西迹消失了。 就算江南州现在这样对梦馆, 可她曾经做过的事, 并不会随着她记忆的消失, 也一并勾销。 更何况, 这样的时刻, 我也不是没经历过。 那天并不是我或月月的生日, 也不是结婚纪念日之类的, 家里也没出什么事情。 更何况, 就算是什么重要的日子, 梦馆一个电话, 还是随时能把江南州叫走。 所以, 一个普通, 又不重要的日子, 我坚决要把已经离心, 甚至已经在商讨离婚事宜的丈夫叫来陪我, 好像理由都不太充分。 江南州接到我电话的时候, 语气甚至有点不耐烦。 我听到电话那头女人撒着焦问她谁打来的, 她放软声音安慰了几句, 对着我, 声音又脆了冰。 她说, 许夏夏, 你有完没完, 你到底想怎样? 那个时候, 我仍旧不同意离婚, 江南州开始彻夜不回家, 因为她已经把小助理安排到了豪华公寓。 她说, 梦馆一个人住, 她会害怕。 我说, 江南州, 家里停电了, 你现在能回来吗? 她似乎忘了, 曾经跟她一起被压在废墟下24小时之后, 我也开始怕黑, 对面没了声音。 梁九, 我听到江南州说, 你先用手机的手电筒照亮一下, 入户的柜子最下面的抽屉, 有备用的手电筒, 我已经让物业的人上去了, 你稍微等会就能解决。 江南州, 我打断了她的话, 强忍着眼泪, 一字一句, 我要你现在就回来, 现在, 我有事, 真的回不去。 什么是这么重要? 陪你的小情人。 江南州,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能给我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吗? 江南州又沉默了一回, 说, 我给你卡里赚了三十万, 别生气了, 明天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江南州,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当时也是这么歇斯底里地质问她, 大脑快要失去思考能力, 我也记不太清, 我当时说了什么, 又骂了什么, 最后换来的是江南州一声冷笑。 许夏夏, 你拖着不肯离婚, 不就是因为我现在有钱吗? 所有婚后财产, 除了江氏股份, 我分你三分之二, 你别再纠缠我了, 就当我求你, 行吗? 我是真的不爱你了, 我求求你去对着别人矫情, 别来烦我了行吗? 手机电量带尽, 电话中断, 某种类似心如死灰的情绪, 盖过了恐惧。 我颤抖着, 咬紧牙关, 踏起身, 一步步走到了窗边, 拉开窗帘, 外面的灯光和月光都照了进来。 对面属于江氏的高楼, 楼顶有人在庆祝什么? 盘旋的无人机, 渐渐组成了几个字, 晚晚生日快乐。 那天, 她在帮孟管庆祝生日, 那天之后, 我同意了离婚, 失去记忆的江南州, 变得像每个彻底失去妻子后, 开始追欺火葬场的渣男一样。 她每天都在做各种事, 努力讨好我。 孟管被她开除了, 理由是工作重大失职。 这件事在失忆前被江南州保了下来, 现在, 却成了扎向孟管的利润。 有了这个污点, 孟管再想找差不多的工作, 都很难。 我到公司的时候, 她正在跟顾问说转让股权的事。 看到我来, 江南州忙, 让我坐下, 又给我端来我最喜欢的草莓红茶。 下下, 我把江市股权全部转到你名下, 以后我就是你最勤劳的打工仔, 赚钱给你和女儿花。 我看向顾问, 我不同意, 不必再谈。 江南州急了, 下下, 你就不能再信我一回吗? 就算。 就算我以后再做对不起你的事, 你让我净身出户好不好。 恢复记忆后, 你会后悔的, 并且, 你不该意气用事, 开除梦馆。 在江南州失去记忆之前, 我已经跟她私底下闹得很难看了。 我用财产威胁她不离婚, 她骂我败金贪财, 全然忘记住地下室的时候, 我是怎么打两份工支持她创业, 连一份炒饭里少得可怜的肉丝, 都挑出来让给她。 那时候, 家里不是没有给我介绍过其他对象, 家庭条件好的, 失业有成的, 可我通通视而不见。 我是那般爱着, 笃定着, 江南州会成功, 我们也一定会成为让大家艳羡的一对。 就算不成功, 我们就平淡幸福地过一生, 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我只预感对了一半。 今天之所以来公司, 是因为江南州的失忆症治疗方案, 已经有了进展。 可江南州不肯配合治疗。 如果我好了, 下下肯定就不要我了, 我不治, 而且我根本就不是失忆, 我是那个荒诞的理由, 我从来都没信过。 我叹了口气, 决定换个策略。 婚肯定是要离的,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只要江南州恢复记忆, 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我对江南州软化了态度, 我骗他, 我愿意跟你和好, 可是你做了很多让我伤心的事, 没有那些记忆的你再怎么补偿我, 我也不会好过。 你说你爱我, 但你是不是也不敢确定, 你什么时候会穿越回去, 你猜十年后的你回来后, 是会像现在这样, 还是会干脆跟我离婚? 不是这样的夏夏, 就算他回来也不会跟你离婚, 他后悔了, 他肯定是后悔了。 江南州看起来难过得快要死了, 却不知如何解释, 只是来来回回重复这几句话。 我趁热打铁, 既然这样, 那你就乖乖配合治疗, 就算你一直不穿回去, 只要你有了十年后的记忆, 如果你没改变心意, 我们就和好, 我俩, 还有月月, 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 江南州被我说服了,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如果我一直待在这个时空, 也一直没有记忆呢? 一年, 如果花了一年, 还是这样, 我也愿意跟你好好好在一起。 我摸上他的脸, 江南州又害羞了, 睫毛轻颤。 我轻声道, 毕竟这个你, 还爱我。 我们定下了手术方案, 通过心理医生的催眠, 和一些电波类治疗, 唤醒他潜藏在深处的记忆。 江南州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肯放, 眼神复杂。 他哑声道, 吓吓, 我真的很爱你, 还有, 对不起。 江南州进入诊疗室后, 我等在门外。 另一位医生走到了我面前。 如果这次成功的话, 这个妇人格就要消失了。 他和我一起看着诊疗室的大门, 我听说了你们的故事, 如果你还爱他, 维持现状, 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我摇摇头, 沉默而坚定。 我不需要。 建议四千之人的回心转意, 就如同水中月, 看似圆满, 一阵风吹过, 便会消散模糊。 我不敢赌, 也不愿赌, 现在这个江南州, 会不会从一而终。 最开始的时候, 我像每个丈夫出轨的怨妇一样。 我恨江南州, 恨梦馆, 恨我自己。 我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里, 一遍又一遍地后悔, 后悔自己还不如没有救过江南州。 朱砂痣, 成了墙上面目可憎的蚊子血。 江南州的出轨, 不仅仅是毁了我们的婚姻, 更是毁了我记忆中, 那个永远美好的纯白少年。 江南州以为自己是穿越, 实则经过医生的检查和推断, 只是大脑遭受巨大伤害后, 主人格陷入沉睡, 为了不变成植物人, 这个富人格随之诞生。 只是不知这个富人格, 为何只拥有江南州前十八年的记忆? 他以为自己是那个纯白的少年, 可我宁愿他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诊疗室的门打开, 江南州走了出来, 他揉了揉眼睛, 有点失落, 吓吓, 对不起, 我没想起来, 我也有些失落。 江南州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我打起精神安慰他, 没事, 这才一次呢。 我们一起去幼儿园接了月月, 我在前面开车, 父女俩在后座叽叽咕咕, 笑成一团。 江南州忽略月月很久了, 所以这一幕, 看起来久违的美好。 这个江南州过分孩子气, 逗得月月边用小拳头捶他, 边喊他坏爸爸。 后视镜里, 我正好对上江南州的眼睛, 那是一双饱含爱意和痛苦, 郁郁还休的眼睛, 看得我心头一颤。 回到家后, 江南州拆完快递开始忙活, 等我注意到的时候, 他已经组装好了。 吓吓, 这屋里怎么都没有声控灯呢? 万一停电了, 那你不是吓得一动不敢动了。 他还在说什么, 十年后科技就是先进, 我却陷入了回忆, 这栋将近大平层, 我们也不过才搬进来半年。 在这之前, 江南州就渐渐变心了。 一个男人开始变心, 他就会变得没那么在意你。 以前没钱住地下室的时候, 江南州会买装上电池, 能用很久的LED小彩灯。 虽然不值钱, 但触摸一下, 就会照亮小小的地下室。 后来我们搬出来, 每一个住处, 都被他在我可能需要的地方, 装上了停电, 也可以应急地升空灯。 再到后来, 就只有抽屉里那一把手电筒而已。 江南州说, 这是顶级高档小区, 所有突发情况物业都有应急预案, 放心吧老婆, 不会有事的。 我第一次发现他喜欢上梦馆, 就是他去外地独立负责一次谈判。 江南州连夜买机票追了过去。 我说, 不是也有其他同事一起, 而且这个级别的谈判公司, 已经很有经验了, 不会有事的。 可江南州说, 小姑娘刚毕业, 一个人负责案子肯定害怕, 万一有突发状况, 我得去镇厂子, 帮帮他。 他说完又给自己找步, 他不快点成长, 我怎么放下公司摊子, 多花时间陪你和宝贝女儿。 可我看着她的眼神, 一瞬间, 心就凉了。 我不是没见过江南州爱我的样子, 所以当我意识到, 她开始事事为梦馆考虑, 与此同时, 却没有那么在意我的时候, 我就明白, 江南州, 精神出轨了。 面前这个江南州还在等我夸她, 我却没了兴致, 静止走开。 月月生日的那天, 正好是幼儿园的亲子运动会。 虽然我的左脚有点薄, 但万万两人三足这种, 还是没问题的。 临出发前, 江南州坚持要帮我按摩。 她把我的脚放在自己腿上, 低着头细致按着, 然后涂上护理的乳霜。 老婆, 要是累了, 千万别逞强。 我当年可是笑篮球队的, 小小幼儿园运动会, 那不是手到擒来。 我没忍住笑话她, 你这具身体, 可是应酬喝酒, 加上坐办公室坐了十年的, 你以为身体素质还是十七八岁啊? 她嬉皮笑脸拉着我的手, 我可是一直坚持锻炼的, 不信你来摸腹肌。 我拼命推剧, 月月在一边捂着眼睛笑, 爸爸妈妈, 羞羞脸。 她俩去收拾东西, 我点开微信, 是孟管发来的。 偷来的幸福, 还这么心安理得吗? 不知道等南州恢复记忆后, 你还能幸福多久呢? 自从加上我的微信, 孟管就经常会发消息挑衅我。 诸如今天江总给我带了早餐, 说是看我天天不吃早饭, 没想到都是我爱吃的, 江总真的很关心下属呢。 再比如, 江市越来越大了, 您如果出席活动, 记得走慢点, 毕竟您脚有点薄, 怕影响公司形象。 一开始, 我会被愤怒冲昏头脑, 尤其是月月发烧那次, 她迷迷糊糊哭着喊爸爸, 我拼命给江南州打电话, 却一直打不通。 我都想不起, 我是怎样怀着巨大的屈辱, 给孟管打电话, 孟管也没接, 我又发微信, 让她告诉江南州, 她女儿发烧了, 尽快回来。 孟管没回复, 而是发来一段视频, 她坐在沙滩上, 裙摆飞扬, 左手被另一只骨节修长的大手, 爱连地包在手心。 那只手上, 戴着我十分眼熟的手表。 孟管撒着焦问她, 哎江总, 你老婆要你赶快回家去呢? 视频里, 江南州只有手出镜, 声音却很清晰, 别扫兴啊宝贝, 不是你说想看海, 开了这么久车, 现在就回去多没意思。 到后来, 我对江南州死心, 我就像看笑话一般, 站着江夫人的位置, 看她急得跳脚。 所以今天这句话, 更加伤不到我了。 没人比我更巴着江南州恢复记忆。 我和江南州现在的相处, 看似幸福, 可就像碎掉的镜子, 强行被浇水粘起来, 细看之下, 处处是劣戏。 月月今天玩得很开心, 江南州确实Carry全场, 其他同学, 没有一个家长能比得上她, 月月兴奋地小脸通红, 我也确实累了, 参加了一个项目, 就在一边坐着, 等月月来找我, 就给她擦汗, 拧开水壶, 让她喝水。 月月妈妈好福气哦, 你家爸爸长这么帅, 又有钱还这么顾家, 哟, 看过来了, 江南州站在跑道上, 拉着月月, 对我拼命挥手, 见我看过去, 还十分显眼包, 双手比了个爱心。 月月在一边有样学样, 惹得旁边的妈妈, 又是一通夸赞。 我笑了笑, 没说话。 医生说, 明天的第二次治疗, 一定会成功。 所以今天, 是我和江南州这个第二人格, 最后的相处时间。 晚上的生日, 只有我们一家三口, 在月月最喜欢的一家亲子餐厅。 月月闭眼许愿, 然后一口气吹灭了蜡烛。 我说, 月月许得什么愿望? 月月撅着嘴, 不告诉妈妈, 说出来就不灵了。 不过三个愿望, 我只许了两个, 还有一个, 就让给爸爸好了。 乖女儿, 知道心疼爸爸。 江南州在月月脸上亲了一口, 对着蛋糕开始许愿。 席间, 月月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江南州突然开口, 你想知道我许了什么愿望吗? 我摇头, 说出来就不灵了。 江南州紧紧盯着我, 可我还是想说, 下下, 我许愿, 你能像以前那样爱我, 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的。 我沉默, 江南州紧追不舍, 下下, 你还爱我, 对不对? 我们放下心结, 重新开始好不好。 江南州不肯放过我, 我终于爆发, 我办不到。 我盯着眼前的刀叉, 视线开始模糊。 江南州, 就算你没有那些记忆, 就算你爱我, 你永远爱我, 可我忘不掉。 如果当你拥抱亲吻我的时候, 我会忍不住想象, 你曾经是如何把梦馆抱在怀里。 如果当你说爱我的时候, 我会想, 你也这么跟其他女人说过。 你陪我的时候, 你送我礼物的时候, 我对我事事上心的时候, 我都会想, 曾经有一段时间, 梦馆得到了你的全部, 与此同时, 我的一颗真心, 被你践踏进泥里。 说到这, 我抬起头, 纵然模糊不清, 我也能看到江南州痛苦的神情。 可是, 可是我什么都不记得, 我只知道, 我爱了你那么多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娶你给你幸福, 现在它真的实现了, 你却告诉我, 你要离开我, 你让我怎么接受。 下下, 我没有做过这些事, 却要承受代价, 这对我并不公平。 我胡乱抹掉脸上的泪水, 深吸一口气, 没有意义, 江南州, 我们回不去了。 来的时候开开心心, 回去的时候, 车内一片沉默。 月月的生日过完了, 我一边开车, 一边想, 要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 告诉她, 我要和江南州离婚的事。 回到家后, 我先去哄月月睡觉。 手机又收到一条短信, 下来停车场吧, 有一场戏给你看, 不来你会后悔的。 是梦馆, 江南州不在家里, 停车场的一角, 一男一女成对质状态。 我悄悄走近, 躲在一根柱子后, 争吵的声音渐渐清晰。 生日过完了, 该离婚了吧。 江南州皱着眉, 我已经说过了, 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们。 梦馆揪住她的衣袖, 红着眼看她, 江南州, 你是眼上瘾了, 还是你真的又爱上她了? 我都知道了, 你已经恢复记忆了。 这句话一出, 我和江南州都愣住了。 没等江南州辩解, 梦馆就拉着她的手, 摸上自己小腹, 南州, 我怀孕了。 江南州沉默已对, 梦馆继续说, 南州, 你只是被之前的记忆影响了, 对不对? 你明明那么爱我的, 你说我是你亲手培养的玫瑰, 我只能在你手里盛开, 我们曾经那么美好, 你说你早就厌倦她了, 也只有我才是懂你的那个人, 明明那天你说, 她已经答应离婚了, 你会娶我, 可为什么? 一场车祸, 一切都变了, 我看到江南州一点点掰开她的手, 声音沙哑, 把孩子打了, 我不会跟夏夏离婚,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给你。 我从柱子后走出来, 江南州, 你别刺激孕妇了, 江南州身影一僵, 慢慢转过身, 夏夏, 你什么时候来的? 她大步走到我身前, 在我脸上探寻, 我没看她, 你放心梦管, 我会跟她离婚, 这件事绝不可能更改, 至于之后, 她会不会跟你结婚, 就看你的本事了。 第一次治疗, 其实是成功的, 对吧? 江南州试图拉我的手, 哀求我, 夏夏, 我都跟你解释, 我们回去再说好不好。 我冷冷甩开, 别啊, 反正也是我们仨的事, 你要说清楚, 怎能不让孟小姐听听呢? 我一想到, 从第一次治疗之后, 就都是恢复记忆的那个江南州, 我还对她和颜悦色, 让她给我按摩, 我就恶心地发抖。 梦管也不依不饶拉着她不让她走, 拉扯之间, 江南州不耐烦挥手, 梦管摔到了地上, 她捂着肚子, 蜷缩起来, 痛苦地呻吟, 孩子, 我的孩子, 江南州陪梦管去了医院, 我回家陪月月睡觉。 我一打开主卧门, 就看见江南州坐在沙发上, 她似乎一夜没睡, 眼下一片清黑, 声音也有些疲惫。 下下, 我们谈谈,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为了不打扰到月月, 我们来到小区外的咖啡店。 一坐下, 江南州就摊牌了, 下下, 第一次治疗后, 我就想起来了, 但我害怕你知道后就要跟我离婚, 我不想, 所以, 我干脆继续扮演十八岁的我, 想让你回心转意。 我揉着眉心, 江南州, 你发什么疯, 最想离婚的不是你吗? 她苦笑一声, 下下,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第二个人格, 天天是十八岁的我, 没有后来那些记忆的我? 她看着我, 眼中全是悔恨, 因为车祸前, 我就打算跟梦管说清楚, 我要回归家庭, 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 但我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就迎面撞上了货车。 我的潜意识, 想回到我们最好的时候, 那些彼此相爱, 没有伤害, 没有背叛的时候, 所以, 十八岁的江南州, 才会就此诞生。 江南州嘴里说出的话, 一字一句都很荒诞, 她说, 她认识我那么久, 比我还要熟悉我自己。 她说, 那段时间她压力很大, 可是回到家, 我只跟她续道家长里短, 孩子的事, 让她觉得很无趣。 就在这个时候, 梦管出现了。 她年轻有朝气, 活泼爱闹, 娇俏可人, 确实让她很有新鲜感。 因为左脚, 我几乎不会跟江南州去应酬, 所以有了梦管之后, 她都是带她一起。 有一次, 一个不熟悉的人恭维, 这是灵夫人吧。 二位真是般配。 鬼使神差, 江南州第一时间没有否认, 梦管仰头看她, 眼睛亮晶晶的, 那一瞬间, 江南州沦陷了。 我打断她, 我没兴趣听你和小三的一事。 江南州顿了顿, 我也后悔过, 迷茫过, 可是后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展成那样。 我当时就像风魔了, 只想跟你离婚, 但是那一天, 她跟梦管开车去山上兜风的那天。 她跟梦管并排坐着看星空的时候, 她突然想起这辈子看过最美的星星, 是十八岁那年的毕业旅行。 那一天, 青梅竹马的两个人, 许下了要在一起的誓言。 她下意识想提起, 却因为不合适, 耿在了喉间。 而这时, 梦管依偎着她撒娇, 南州, 我最近看上了一个新款包包, 我特别喜欢。 其实这种撒娇索要名牌, 梦管坐过很多次, 轻车熟路, 江南州宠爱她, 有求必应。 可偏偏这一次, 她想到了毕业那年的地下室, 当时江南州用省了好久的钱, 给我买了个五百块的包包, 当周年礼物。 我记得我当时又开心, 又气她乱花钱, 最后还是去退掉了, 两个人去吃了一顿大餐, 剩下的钱放进了存钱罐。 当时江南州笑话我, 我依偎在她怀里, 现在钱当然要省着花, 等你以后开大公司了, 那我就刷爆你的黑卡。 可就算后来江南州功成名就了, 我也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只希望她好好的。 有了月月后, 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的。 那一刻, 江南州突然觉得眼前这个鲜活, 娇俏的女孩, 浑身散发着铜锈味, 面目可憎了起来。 所以下山的路上, 江南州就一直在想怎么摆脱梦馆, 分了神才会出车祸。 听到这, 所有的事都有了答案。 不过我还是没忍住纠正了江南州, 别把自己说得像浪子回头的情圣一样, 你只是失去了新鲜感。 一开始就是为了追逐新鲜感。 失去新鲜感, 一切变得索然无味。 就算没有梦馆, 也可能会有下一个让她眼前一亮的徐馆, 夜馆。 就算这一刻的江南州悔不当初。 未来某一天, 她还是有可能背叛我。 你是商人, 应该很清楚, 失去信任后, 再想建立, 几乎不可能。 江南州急到, 可是感情不是做生意, 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 你再信我一次好不好。 我上次就说过了, 我愿意把我名下的财产都给你, 一旦再犯, 我净身出户, 绝无二话。 你说得对, 感情不是生意, 想在对方身上获取什么, 就还有再次合作的可能。 可是江南州, 我对你, 再也不会抱有任何期待。 在江南州逐渐挥败的眼神中, 我站起身。 我只拿我该拿的那一部分, 如果你还有良心, 就请不要跟我争夺月月的抚养权。 半个月后, 我跟江南州离了婚。 月月还不太能理解 爸爸妈妈要分开这件事, 但月月是个懂事的孩子, 她从来没当我面哭闹过, 我却发现她在卧室里 悄悄对着小熊哭泣。 我的心也很痛, 可我没办法像别人说的那样, 为了孩子, 忍一忍。 我首先是我自己, 其次才是妈妈。 在彻底失去我之后, 江南州像是终于良心发现, 把她在江市一半的股权分给了我。 失去这么多股权后, 江南州在江市的话语权也没那么大了。 自讨苦吃的行为, 江南州看起来却甘之如頤。 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在赎罪, 江妈妈从老家赶来照顾孟管, 因为孟管鉴定了性别, 是个男孩。 就算看着我长大, 说把我当亲生女儿, 江妈妈的传统思想, 还是为了宝贝孙子, 尽心尽力对待这个伤害我的女人。 可江南州死活不答应跟孟管结婚。 她在一次探望月月的时候, 跟我说, 要去我们大一去的那个地方支教一段时间。 我一愣, 江南州却笑了笑, 吓吓, 别想太多, 我只是想做些自己想做的事。 江南州铁了心, 眼看离去支教的日子越来越近, 孟管想用孩子留住她, 不知道吃了什么催产的药。 孟管被送上手术台, 羊水拴涩, 大人小孩都没活下来。 我到医院的时候, 江妈妈坐在长椅上哭泣, 孟管父母揪着江南州的衣领哭喊着, 字字气血, 你害死了我们女儿, 你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江南州没说话, 苍白着脸, 神色恍惚。 我顾及着月月, 哪怕在最恨她的时候, 也没有用名声搞过江南州。 可孟管父母可没有这些顾忌。 他们举着孟管的一项, 拉着横幅, 跑到江市门口深渊。 大集团总裁, 又是俊南美女, 伦理八卦, 媒体就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蜂拥而来, 将我们之间的事扒了个干净, 迅速在网络发酵。 即便孟管已经死了, 也被网友骂了几千条。 现在的人脸真大, 自己女儿当小三, 还有脸喊冤, 这不是自己做的吗? 我看整件事最倒霉的, 是原配小姐姐吧。 就是, 听说渣男还是小姐姐地震时候, 拼死救的, 渣男屁是没有, 小姐姐自己脚搏了, 你们没刷到小三以前的微博小号吗? 她在小号亲口说, 一起跟渣男笑话过小姐姐走路的样子, 将是股价大跌。 江南州, 成了忘恩负义渣男的代名词。 好在我不想跟江南州再扯上关系, 早就把股份卖了。 怕月月受影响, 我趁着暑假带月月去了国外度假, 远离是非纷扰。 夏威夷的小岛信号并不好, 我也没关注国内媒体, 等我接到消息的时候, 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 江南州选了个最偏僻最艰苦的村子, 教室年久失修, 江南州捐了一笔钱, 修教室的材料都拉来了。 可偏偏最后一节课, 暴雨之后, 教室塌了。 据学生说, 江南州将他推了出去, 自己被压在了下面。 江老师其实也可以跑出来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犹豫了。 然后房子就塌了。 等救援队将他挖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没了气息。 钻得紧紧的手心里, 是十六岁那年, 我编了送他的黑色手环。 江南州的最后一条微薄, 停留在支教前一天。 他消失后, 曾经被我抛在脑后的那些记忆, 反而越来越清晰。 老家的卧室衣柜里, 我翻出来高三那年, 实施大会之后, 你送我的手环, 真怀念那下下。 我现在觉得, 在昂贵的手表, 都比不上这个, 所以我决定戴上它, 一起去线。 底下评论个亿, 我看了一会, 放下手机, 拿上遮阳帽出去看海。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死,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感谢قو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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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